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除了想要找回如婴儿般的肌肤的健康的感觉 那另外一点的话来讲的话 是因为我们把每一个消费者的大众 都当作是一品的小孩子一样看待 那既然都是一品的小孩子 我们又希望这些消费者的皮肤是健健康康的 就是跟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 那我们就取名叫乳儿 身为母亲 想要带给下一代健康的生活 是这个团队的共同理念 但要如何健康 是现代人的一门学问及智慧的选择 大家都知道天然能雄厚 但是天然敌不过化学的便利 要如何使人能有彻底的觉悟呢 还是需要有坚持的一批人来贡献牺牲 我们跟坊间不一样的是 我今天真的不是只是单纯推崇 就是说我是天然 是变成从婴儿到老人家 甚至它是可以吃可以喝的保养品 十年前开始以丝瓜为原料研发保养品 与一般不同的是 他们将丝瓜利用得淋漓尽致 另外再搭配不同性能的植物 如左手香 马尺线等让产品更加完美 我们其实到目前来自 我们所有的主要原料都是丝瓜 所有的产品里面都一定有丝瓜 我们都知道就在本草钢木所记载的 从嫩的丝瓜到老丝瓜 功效完全不同 丝瓜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薄 坚持纯天然这条路并不容易 但他们不害怕 只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为了不让下一代过着恐惧的生活 被病痛缠绕的日子 研发过程坚持天然 绝无有害化学物质 从原料到产品都要求检验认证合格 让消费者可以安心使用 第一点请你把它喝下去看看 你感受一下它的清香 我没有香精料的东西 二来呢 我们最喜欢找癌类的人 而是就是说 它本身可能有一些 很严重的性的过敏的人 那你使用上去的反应 其实会告诉你自己 不是 我比较希望就是说 消费者不是听我们怎么讲 而是说你们自己去感受 它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说 再多都抵不过你自己的感受 团队目前研究出 丝瓜拥有多达三十多种香气 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发酵 不然怎么可以说是天然又没加防腐剂呢 我们会去考虑到老祖母的时候 他们以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现在走到大都市里面 我们都发现一点 所有的东西 日常用品 好像似乎都脱离不了化学 那你一定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空气当中散布的所有的化学分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选择回归到乡下地方 要做到纯天然并不容易 他们去了解化学 避免化学 然后成就天然 这是一场化学与天然的战争 不要让下一代替我们忧心 我们也不必为下一代担忧 化学虽然带给人类非常大的便利 但也造成地球毁灭性的污染 因此他们研发出需要冷冻的面膜 而其他的产品也坚持一定要冷藏 因为觉得大家对这一块来讲的话 并不是没有那一份心 而是我们会有外在的经济压力 那每个人都会觉得就是说 这一块要能够走到这一个程度 真的不太可能 可是我们对小孩子我们会放弃吗 我们真的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孩 坚持走到今天这个程度 我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小孩